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 我太惨了 你看我们今天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就给我来碗汤喝 别人呢都是大鱼大肉 到我这呢就只能喝碗汤了 是不是感觉我特别可怜 完了 还是碗凉汤 为什么我这么惨 为什么我惨到我要在厨房里喝这么一碗凉汤 我这两碗凉汤我喝不下去了 喝汤多好啊 大冷的天 我们是来解救你的 真的啊 没有比喝一碗暖身的热汤更适合在冬天里 欢迎二位 首先欢迎二位啊 这是二位真是来解救我的 他必须的 二位今天要帮助我一下 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苗凡 来自陕西京阳 姐姐怎么称呼 我叫董凡 我是河北石家庄人 我是从小呢 就是受我爸爸的影响 特别喜欢做饭 所以今天你们二位给我做一个什么菜 今天要做的这个 就是咱们在家呀 能够喝到的冬天的特别暖心暖身的汤 有料的汤 那个那您今天做一个叫什么汤 我今天要做的呀 是这个豆汤鱼 豆汤鱼 对 豆汤鱼它实际上是川菜 而四川人到冬天呢 他们会做一点这个豆汤饭呀 豆汤面 也有特别的暖身 先不要再说了 你越说我越说我去想喝 等等 那咱们边做边说 好不好 我把我这凉汤 我把我都倒入味道 那一会儿你就光喝汤就行了 我吃肉 那我喝 既要喝汤又要吃肉 这是您带着一个豆子 对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咱们的一个主要的食材 就是这个去皮的黄豌豆 通常我们第二天吃 可以提前一天晚上来浸泡的 这个那泡好之后是什么样子 泡好之后呢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就这样的 对 它因为吸血嘛 它就会膨胀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锅里来蒸 好 稍微的蒸一蒸 对 稍微蒸一蒸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 第二个主要的一个材料 把它处理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草芋 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鱼燕 切成一片 您这个做法 就是属于川菜是吗 对 对 对 可是您刚才又介绍了 您本身您是一个河北人 因为我其实比较提倡 吃像鱼肉呀 还有一些禽类的一些食物 但是我先生呢 他是特别不喜欢吃鱼 因为他总觉得 我这个鱼特别的腥 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和我的先生 我们出去吃饭 他就说 哎呀 这个鱼挺好吃 然后呢我就想 回去我就研究研究呗 明白了 您先生不是说呀 我爱吃鱼 是超厨子 对 我看到这儿 我就看不下去了 这个这样切 这种切法呢 它是太浪费了 哦 是吗 对 你如果沿着这儿 那就有请我们大厨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行 我可以 给人家再教您两个 你给我教教我们大伙 刀尖的部分 顺着鱼的这个脊骨 轻轻地滑下去 刀根轻轻地往前推 因为这个鱼的腹部 会有这个鱼刺 这种刀根推出 也能斩断它的鱼刺 这个鱼刺呢 咱们不需要把它去斩断 然后翻过来 这一面 切一下 它基本上就断了 到这儿 这个呢 基本上就这样了 另一半就交给您来吧 对对对 那我就来试一试吧 然后找一个 直刀 来一个切口 是吧 对对对 你轻轻地 沿着它这个脊骨 和它这个刺 慢慢地往下去滑 轻轻地 轻轻地用刀尖 那基本上 这一条鱼骨 其实你看 这边呢 是我们姐姐刚才弄的 虽然残缩了一点点的肉 但是我跟你说 这么吃 挑的肉多 还挺 其实还真是挺合格 挺好 挺合格 挺好 那好 那咱们这个鱼片呢 就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这个鱼呢 其实它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鱼的这个 像这个鱼鳍 这些驱除掉 那这个 当时这个 刚开始做鱼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点困难 对 会有 然后就想尽各种办法 来帮助这个鱼来去腥 实际上呢 我们要用豆子 然后我们就不需要说 加太多的料 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鱼的鲜味 和豆子的香味 都给遮盖掉 然后呢 我们就先是 加入一些盐 还有这个料酒 来把它腌制一下 然后去腥 然后它入味 然后这个鱼 我们就处理好了 这个豆子呢 其实也已经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 对 好 刚才经过我们加热以后呢 我们这个豆子呢 哎 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 而这颜色上呢 更好看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豌豆呢 先把它压成泥 好 然后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厨房小密集 啊 跟我们自带 自带神器 这个压豌豆神器 哇 这个 这个工具非常好 就是过去 我知道 就是在我们家这个豆子 拿这个 就是团子 但是这个不是有个用处 今天我们是拿压东西的 对 我们把它呢 压成豆泥 倒进去 烫 烫 这个厨师已经烫 烫习惯了 对 我 我只是怕您烫着 没事 没事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呢 就是放油来对这个豆子呢 进行一个炒制 哦 这样的话这个油和豆子的这个结合呢 它会提升豆的香味 就是遮盖掉它这个豆子的这个腥味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炒制 我发现姐姐哈 您跟别的一般来我们做饭的不太一样 但是您能说出很多门道来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呢 其实我的职业呢 是一名营养师 像我们现在做的呢 一方面我们会到一些比方的学校呀 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小学生 通过向他们传播一些营养 健康的一些知识 然后呢 就让帮助他们去改善他们现有的 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这个豆子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要把这个豆子炒到一个粒粒呢 就是稍微就分明一点 然后稍微干一点 口感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的汤呢 也会比较浓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加入汤了 加什么汤呢 昨天晚上用这个 我做的这个骨汤 大概呢 我们要熬15到20分钟 其实就可以 变得颜色就金黄色 然后变得浓稠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来把这个鱼 刚才说了啊 对 我们要加入这个蛋清 还有这个淀粉 让它变得肉质更鲜嫩一点 另外呢 就是锁住这个鱼肉里面的一些水分 还有营养物质 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再取一个锅 来把我们这个 把它进行下焯水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白菜 就要处理一下了 就这颗就行 对 这颗就可以 我们就是一般都是采用手撕的 一个方法 就掰就行了 对 我们这个手撕呢 就是说 让它这个切口呢 更自然一点 这样的话呢 它入味呢 也会更加的 对 明白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水开了 白菜放进去 好 倒入一点点油 一点点底油 那这个大白菜呢 我们大概就是 半分钟就可以了 对 因为白菜比较好熟 对 比较容易熟 直接呢 就码在我们这个容器里面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关于蔬菜呢 其实也有 我们还有一个口诀呢 这个我们非常好记得一个 先洗后切 先洗后切 对 你想想 它那个如果说我们先切开 然后再去洗的话 就会把一些水溶性的样物质呢 随着这个水 它就会流失掉了 所以就是我们要先洗后切 先洗后切 对 太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把它也码在这个盘子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蔬菜炒完以后 这个鱼肉也要焯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水呢 要微沸 所以您能想象到 咱们冬天的时候呢 您回来以后呢 这个外面这寒气的时候 您来一碗这样的热汤 而且又有肉又素 荤素一搭配 喝着心里特别暖和 就马上拎着包 再去上一天包 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肉呢 我们把它可以捞出来 控一下水 其实这个肉可以看到 它是很嫩的 对 然后这个豆汤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 也已经熬得差不多了 可以呢 拿一个勺子 把这个浮沫撇一下 对 然后我们呢 把它也去掉一些 我们还可以再加入一点盐 来进行一下调味 可以加入一点淀粉 把这个鱼肉放进去 其实那这个时候 就这个豆汤鱼就做好了 就做好了 我们这个汤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就也显得有点 相当于比浓汤似的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撒一点 这个美人椒 让它更漂亮一点 咱们进来 就开始尝尝这个汤 到底味道怎么样 沙沙的感觉 特别有这什么呀 就是有这鱼肉和豆子 这个本味 对 没错 而且这个豆子呢 它本身是含有这个 非常优质的这个植物蛋白 而这个鱼肉呢 又含有非常优质的 这个动性的蛋白 那这两种物质 它食材一结合呢 真的就能够达到一个 很好的蛋白质的 一个互补的作用 沙沙的感觉 很有这豆子这嚼劲 对 这个口感特别好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多的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去皮的干豌豆呢 把它放在蒸锅里面 蒸30分钟 把它捣成这个豌豆泥 我们把鱼呢 切成鱼片 加入这个盐和料酒 稍微腌制 大概五分钟的样子 锅里面呢 要放入一些油 压好的豌豆泥 放在锅里面 去炒 把这个锅里放入热水 把它烧热 然后把鱼片放进去 把它捞出来 备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豆汤也制作好了 提前煮吃好的鱼肉呢 放在这个锅里 最后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锅里的 豆汤和鱼 放在我们的容器里 就可以了 我个人感觉哈 今天这个菜特别成功 我头一次吃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种家的味道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就是回家吃饭嘛 对 我们在家里头 就喝这么一碗汤 人家家人一定会 特别的舒心 那这个大厨 您今天给我们 做一个什么菜呢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 那大有来头了 哦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 叫京阳让火 配酸辣赌丝汤 哇 这一清 反正这名字就挺长的 这个哈 一听上有堵丝 又有这个酸辣 肯定这汤 对 够劲 错不了 那咱们两边做边说 没问题 来来来来 先做这个京阳让火 先摊个蛋皮 然后加点这个水淀粉 等会咱们要卷这个 两个鸡蛋呢 你大概就是加它 三分之一的这个水淀粉 就可以了 三分之一的水淀粉 对 实际上能看出来 这水淀粉跟蛋液呢 就已经开始融合了 这个我要先过滤一下 这个蛋液过滤一下 咱过滤的目的是什么 过滤的目的就是 让这个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 就是等会儿那个蛋白了 它不能够完全跟这个蛋液 融合在一块 这个锅千万不能太热了 上面会起那个泡 摊出来蛋饼 效果冒烫 像平时在家里 给小孩啊 老人炖这个蛋鸡蛋羹的时候 你可以过滤一下 炖出来这个鸡蛋会更嫩 哦 是吗 更细律 这个就没事吧 对 你看从摊的蛋饼 能感觉出来 好 这个蛋皮蛋已经摊好了 管子叫什么来着 蛋皮 我现在做的这个叫 京阳让火 对对对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叫 京阳让火配酸辣 堵丝汤 京阳让火呢 忘了介绍了 对 说起这个京阳让火呢 从清朝末年开始 慈禧太后到西安 吴家寡妇护国有功呢 这个慈禧太后就封她为 衣品夫人 或 昼音为表敬意 就在京阳当地寻访名厨 带到西安 为慈禧太后烹饪 京阳的美食 慈禧太后呢 她吃到这道菜 非常满意 这道京阳让火就名声大震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享受一把 皇家的待遇 那我就开始吧 那就是请用膳 咱们下面就拌这个馅 好 其实拌这个馅之前呢 还有个活呢 这个交给小二吧 什么活 不能让你光吃 这是干嘛 这个就是这个 让火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这干嘛用呢 这个就是把这个皮剥掉 然后下面这个也剥掉 把里面这个馒头 只要这个馅 就把它搓碎 越碎越好 你弄成这个 我来这个 我拌肉馅 来 咱们一人一半 好 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大葱 加进去 多来葱花 对 多来点葱 大量的这个姜 哎呦 姜末加进去 然后就撕个鸡蛋 这个肉馅可真是 太有料了 这个打的时候呢 是有讲究的 顺时针 多打又打 你就会把它打馅了 所以这样一个方向 对 顺时一个方向打 用力打 你苗大厨 您看我们这个 弄的可以了吗 这个 绝对可以 多吃点 来来来 来吧 好 行 这个我就再加点盐 这个里面 得13香 然后就把这个倒进去 我们把这个 我们包好这个馒头去 跟我们这个肉馅放一起 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这个菜面不叫让火吗 是啊 让火就吃起来 到时候口感就是非常软糯 这个馒头饭放进去 就起到这个作用 好 这个已经打上劲了 怎么看它这个打上劲了 你就快点 这个不会掉 都是粘子 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把我摊好的这个蛋皮 包这个肉馅 包这个肉馅 那个小二帮忙的 烧点热水 好嘞 蒸锅 一定要均匀地把它铺在上面 然后咱们要放点蛋液 粘合的 一会儿这个再蒸的时候 它不会散开 这个汤里面 前面你不是显然 你刚才喝的那个汤 就没有料吗 对 这个里面是什么料都有啊 所以这个汤喝进去以后 里面感觉内容特别丰富 对 这个直接就放到这个蒸锅里就行了 对 这个大概蒸多汤 这个基本上就蒸25分钟到30分钟 好 咱们这边蒸点让火呢 我就准备一下这个 其他的食材 猪肚还没切呢 对 算了 我把这堵丝拿 现在我们这堵还不是丝 就是堵 对 我把它切一下 这个是猪肚 对 这是熟的猪肚 熟的猪肚 对 猪肚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 对 尤其是在冬天 它是一种煎脾味的一种食材 用来做汤非常合适 一定要把它片开 堵丝汤嘛 要切丝 切细一点 对 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 那我们现在堵丝也切好了 你可以做这汤了吧 还有一样原料呢 在锅里呢 你忘了吧 让火 对 让火 25分钟到30分钟 那就准备 3 12 5 开始 开始 哎呀 你看这个蒸了 它盪起来了 这个要稍微亮一会儿 这个呢咱们把它切成立即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我们大叔也说了哈 我们不仅可以呢 这个放做汤里吃 大冷天的 不是来点这个炖菜什么都可以 对 带点汤子 冬天喝起来会比较暖 薄一点 让火 哎 还有一个传说 对 就是它是最早的就火腿肠 哦 火腿肠接的老祖宗 就火腿肠的祖宗在这呢 好 我赶紧做汤吧 好 那咱们可以开始做汤 来 要稍微下一点这个油 把这个姜丝放到锅里边炒一下 让它出味 让这个姜的里面的这个腊心腊味 完全是保存 咱们倒入我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汤 在这个汤烧的过程中呢 我可以就是切一下那个 蘸汁的那个小料 嗯 整个就够了 汤锅呢 已经开了 嗯 这边已经开锅了 咱们呢 还要再放一样东西 白胡椒 咱们可以放点这个 一定要需要大量的白胡椒 对了 咱们接下来就放这个 切好的这个堵丝 哦 木耳丝跟黄花菜 嗯 倒下去 粉丝就不用太多了 嗯 一勺半点盐 糖那它是提鲜的 让火下锅 嗯 烧开之后 关火勾芡 好 放入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生葱 好 咱们这香菜 哎呦 再加上就是我刚才摊这个蛋皮 五颜六色的嘛 哎呦 哎呦 再喝一口 真是 它既有内容 嗯 里头又有很多营养 对 而且呢 你想这个 在这个季节 你喝这么一碗汤 就感觉特别的棒 好 咱们这汤就做好了 锅已经烧热了 倒点油 这时候呢 可以给这个辣椒里放点盐 好 可以了 加点醋 嗯 好了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它的乐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一斤肉馅 肥三瘦漆 加两个馒头揉碎 然后四个鸡蛋 大量的葱花和这个姜末 拌匀之后 放在这个蛋皮上 包裹 放到这个蒸笼里蒸 热锅冷油 小火煸炒姜丝 加入这个堵丝 加入盐 糖 醋 放入切好的这个让火之后 关火勾芡 最后放上切好的这个大葱花 香菜 还有这个鸡蛋皮 就大功告成了 哎呦 这闻着真好 就能闻着很强烈的一个红椒 红椒的味道 我的头是 哎呀呀 再来一勺吧 太好喝了 确实 有一些酸味 有一些辣味 但是真是不是很刺激的那个 对对 吃到嘴里特别的舒服 你看马上这汗就出来了 哎呦 感觉太好了 冬天能来一碗 这样的汤真的是暖心暖身 对 而且呢 我感觉这个汤里头 首先虽然说好吃 但是它里边的东西 也对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对对对 它这个里边各种料 因为是卤丝 然后还放了这个木耳 还有这个环花菜 然后这个口感上面 都特别的顺滑 对了 尤其是有这让火 各位您想想 火腿肠的老祖童子 在这汤里呢 这汤能吃得了吗 是吧 咱们冬天呢 做特别火的菜 要把牛肉切成丝 第三发火要来了 好 好 你把它稍微先够了 选用的是纸鸡 你弄个纸鸡 它肯定是燃烧的 从生鸡到熟鸡 大概用二十分钟 过 后后一过 小火转一转 再停起大火 分一分 这是冬天里的许步吧 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能红红 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冷的冬天 我们来一碗这汤 既有这么重料 又加上我们这样 比较好的口味 香一香这碗汤 哎呀 一定是特别的诱人 哎呀 对我还忘了 咱们还有这个 这个 对呀 站着我刚做 这个料的 对 我站着这个料 对 来咱赶紧 来咱赶紧 来尝一尝 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